各位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 與眾不同節目 我是公營院產科國際所 蘇孟宗 自從AlphaGo在2016年 成功挑戰世界奇往 我們看到AI逐漸 進入到不同的面向 包含像我今天 站在這裡播報 有可能就是被AI給取代 那我們看到幾年前 AI已經成功地撰寫新聞 我們預期未來十年 人工智慧將進入市場的擴增期 透過不同的技術跟應用的整合 其實它就會成為世界 十一住行娛樂 身心裡無所不在 那也將主導在產業面 醫療 製造 商務 教育 機器人 那我們像Tesla的自駕車 以及未來可期待的所謂AI 進入到這一次惡物戰爭 這是我們不願見到的一面 但是它也影響了 比如說在無人機 人臉辨識敵軍這樣子的應用 那反觀台灣在這一波 我們過去引以自豪是在半導體 但是如何能夠結合像AI這樣未來的趨勢 從硬 整合軟 那也能夠包含以人為本 然後跨越創新的本質來強調 AI在這一方面的佈局 那我們目前其實從政府種種的推動方面 大概分為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在前瞻科技的研發 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說我們有眾多的年輕人 它在AI的創新 這樣子的新創的公司如何能夠加速孵化 比如說在第一個面向前瞻技術研發 科技部在推動的四個AI的創新研發中心 我們看到AI可以跟製造業去做結合 它可以把我們會花很多人工力氣 去提升這個製造的不良率 那透過AI基本上就是數十倍的提升 那經濟部技術處在推動Edge AI 就是把晶片跟軟體的AI去綁在一起 所以我們的手機可能未來在人臉的辨識 都不需要透過網路透過雲端 那當然從雲端的角度 它5G那以及未來進入到6G 它也會幫助我們 不只是透過網路去看影片 那透過網路我們可以來輔助自駕車的過程 在我們所謂教育甚至娛樂 那在高雄亞灣 現在就目前在打造一個5G加AIOT的創新園區 那像很多新創的青年 他在這些園區裡面 可以透過一些AI的應用去做一些翻轉 比如說我們看到AI結合眼底鏡 未來在家裡有很多遠距醫療的應用 透過AI 透過專業的智慧醫療 我們就可以讓許多的年輕人 他不一定要去半導體的大公司 他可以在這些園區 甚至是在家裡就可以創業 因此從最近的發展 在AI結合醫療 有眼底鏡的發展 在家裡透過這個AI眼底鏡 我們就可以去檢視 比如說糖尿病 視網膜病變 不需要到醫院 然後把資料能夠透過5G 能夠上傳 那另外在健康樂活 比如說這次COVID 有很多是需要在家裡去做運動的 那在透過這個運動 如何能夠結合遠距 然後跟同好一起在AR VR 也就是所謂的元宇宙的世界裡面 共同在實體結合線上 這個都是我們看到未來台灣 可以在AI做更進一步的佈局 也因此我們期待台灣在AI的 未來產業的規劃裡面 是結合硬體跟軟體 那協助人類 而不是完全取代人類 我們有更大的盼望 以上是今天與眾不同的內容 感謝收看 再會